星期一到達,當然是用鋤絲 用青草釣下魚仔線 怎料一來到,這個釣友已經釣大魚 不行,我來我來 你鋤一下艇 大家都釣中鋤絲,釣中三好絲 怎料有條大魚連接近 便走一走,沒有辦法 釣魚就是這樣 一用粗絲,又釣不到大魚 用鋤絲,又會釣大魚 蛇艇拯不逐一万 没办法,要遮便鱼,不要让它开船底 你们猜猜是什么鱼 稍后我们再开猜 精彩字幕已准备好 请大家开启字幕 不知道是什么鱼? 我看不到 是魔鬼鱼 是是浦鱼 浦鱼 是浦鱼 是否是浦鱼 浦鱼 浦鱼 整艘坐四人 已经没有地方放工具 这艘还有一大浦鱼 可惜上次嫌棋 今次的船家转下来 原来是浦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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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由浦鱼 左边或右边的翼 才可以浦鱼 浦鱼的面积实在太大 撈机口又不够大 唯有找艇家帮忙 我自己是未钓过浦鱼 我也不知怎样浦鱼 唯有交给浦鱼 不过 这些鱼的食用价值是一般 我上次吃过 真的觉得一般 下次再放牠 原来鱼之前被钓过 尾部都不见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又想知道香港哪里有鱼釣 玩得开心 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频道很简单 首先按下影片 然后 中间有个订阅锡 按下订阅锡 记住按右手边的铃铃铃 那就成功了 那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钓鱼影片 今天24楼 走慢楼 看起来很好钓 但不知道今天的鱼 究竟能否开口吃鱼 今天的重点 其实不止刚才那条大鲍鱼 还有一条大盲槽 请继续收看 买完小鱼 再买大鱼 就立即上艇 最初用幼丝轻圆 玩玩玩 钓鱼仔 我首先选用的是YGK 三好丝 我看到今天的流水很弱 我只用3克鱼就足够了 话说钓鱼仔 看到这些尺寸 其实真的挺开心的 大家一于在这里热身 待会再钓大鱼 其实真是很密口 只要有鱼 鱼就一定吃了 钓这些尺寸钓鱼都挺好玩 扯尸钓鱼 过足手印 可能我钓得比较浅水 我只钓得钓鱼 其他鱼全部都没有 有机会儿钓得比较浅水 你看彥哥便知道 又钓斯鱼 又钓大黄脚鱼 两位钓友钓火点牙点 我钓钓钓钓公 始终 至今我还没有钓到牙点火点和黄脚鱼 是否刺激? 是否刺激? 釣一下,天都開始暗 魚開始不太開口 是時候要拌操拌 換上5號和12號比較穩 都是視乎我釣什麼鱗 釣大鱗,我用12號 釣細鱗,我用5號 究竟我是釣淺水還是深水 釣深水的話 我會用紙彈圓,釣一淫 好像釣鱸魚的做法 彥哥馬上弄一條青斑 拍不到,唯有我補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青斑也有兩三斤 這條魚,有鎖撈機 幫忙鎖撈機其實也很開心 第一眼,可以看到是什麼魚 就算自己釣不到 讓人開心,我也非常高興 所以,彥哥拿大鱗 一定是用粗絲 如果用5號絲 這些鱗隨時在石邊都會切斷 說不久,彥哥又起了一條大盲槽 這條大盲槽,他都玩了5-6分鐘 個人表演,很精彩 但我就幫不到他拍片 因為我又要幫忙拿撈機 我幫完彥哥撿完一條魚之後 我都要慢慢把魚拖上來 弄到吸氣 各位觀眾 你們又猜一下 這條大盲槽究竟有多大? 歡迎各位觀眾 把答案寫在下面留言 其實釣這麼大條魚 要解決它,都是一個難題 第一樣 我們把魚從生倉拿上來 都很困難 弄到整身汗,撒氣 用撈機拔他的頭 拿上來 又不是 用隻手捉他的尾 拿上來 又不是 唯有都是用回原先的魚絲 希望不要介損自己的手 拿上來 各位觀眾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 條魚究竟有多重 要兩個人才抬得起它 盲主彥哥今天真是威風 和他釣幾次魚 幾次都釣到最大條 又多 第一時間 當然是和盲主彥哥拍照 他釣的 下一步就輪到來拍照 其實釣港水 釣到這麼大條魚 真是很罕有 一來魚餌又要夠生猛 吸引到牠吃你 二來流水又要適合 三來自己的工具又要釣到牠 四來自己的技術又要起到條魚 幾樣東西配合 真是不太容易 下一步 條魚究竟怎樣處理呢? 拿回家 真是搞不定 我們商量了之後 阿賢哥提議 不如將條魚送給有得攪 讓牠可以翌日 派飯給老人家吃 一起做善事 這條魚 應該都足夠五六十人吃 小魚 現在是不再用來吃 這條魚 午餐 鱔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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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 只要鱔魚 鱔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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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钓不到多少鱼 但可以看彦哥表演 也很开心 放了两条大鱼 其他鱼就显得很小 大家拍照 兴奋之后 我们将大鲍槽 送给有得饶冬主 第二天 将它派饭给老人家吃 最重要是一粒鱼 洞要够大 你钓过椰水就会知道原因 除了订阅我youtube频道外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给个like我 分享出去给朋友 又或者在下面留言 除此之外 我亦欢迎大家去Facebook搜寻 首师钓鱼交流群 和其他网友一起聊天 分享鱼获相片 又或者交流钓鱼心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